台南在昨天下午下起了大雷雨 民众直呼这狂风暴雨 就好像是台风天来袭 不少台南的民众还收到了 国家级警报通知 这雨下的猛烈不但车道变成了河道 因为雨水来不及宣泄 水还整个淹进了鞋垫 导致不少鞋子泡在水里 店家无奈求助我们 外头关过暴雨 民众夺在雾内不敢踏出家门 台南二十一号下午下起大雷雨 水来啾啾那太猛烈了 民众惊声尖叫 强风把机车吹倒 直呼这是台风来袭吗 台南多条的道路 出现积淹水的情况 路过人车像是在水上行舟 溅起大量的雪花 雨来得又急又快 排水沟根本来不及宣泄 车道变河道 机车骑士不敢冒险通行 干脆下车用牵的 喷水池 水沟盖喷出大量的水 因为把民众都给吓坏 另外还有人举办宴会 结果大雨狂下 变成名副其实的流水席 受到午后热对流的影响 带来剧烈的雨势 气象处观测 从21号凌晨截至到下午5点半 最大是雨量为新市99毫米 归人80毫米 山上驱78.5毫米 部分地区的民众 还收到国家级警报的通知 还有席地泡在水里 一些那个有损的啊 我也是没人去找啊 另外镜头转到屏东东港 受到年度天文大潮的影响 屏东东港镇再度出现 海水蔓延道路的情况 民众要去抽伤 还得涉水通行 水烟最高一度达到 民众的小腿度 大潮来袭加上台风凯米逼近 东流县三间船公司也宣布 24号25号两天全日停驶 26号会是海巷状况再公告 野浅旅客要多加留意资讯 才不会白跑一套 既然黄富琪苏世伟 在台南屏东的采访报道 优惑 江青 也许